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网站25号的报道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当中的情报错误等表示道歉 但是布莱尔同时也表示 他不会为推翻萨达姆而道歉 报道称布莱尔在采访中说 他们当时获得的情报有误 他为此道歉 除此之外 他还为一些规划上的错误等道歉 比如错误预测了推翻萨达姆政权后 伊拉克的局势 有分析认为 伊拉克目前乱局的霍根在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同时伊拉克战争也是导致极端组织扩张的主要原因 对此布莱尔说 他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不过布莱尔同时指出 2011年开始的地区局势动荡 对伊拉克如今的局势也有影响 此外 极端组织是从叙利亚的大本营发展起来的 而不是伊拉克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前 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 引用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 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将给英国带来威胁为由 劝说议会同意英国参与对伊战争 但该情报后来被证明来源不可靠 布莱尔因此面临巨大压力 并遭到多方指责 但布莱尔此前多次拒绝 就发动伊战进行道歉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的采访中 当被问及 他是如何看待自己因为决定参加伊战 而被有些人冠以战争罪犯之名时 布莱尔表示 他当时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